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续红色血脉光荣之城 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启动 打造城市红色巡访新体验 五一假期将至旅游平台进入预定高峰 国内长线游热度高 预计假期出游人数及人均消费高于2019年 五一假期上海铁路运输启动 三大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425万人次 假期期间上海高速路网车流将达900万辆次 警方制定疏导方案 广东新一轮强降雨昨天晚上开启 北疆将有特大洪水 光铁集团计划停运金广铁路普速列车62列 以色列北部遭火箭难袭击 哈马斯宣称对该事件负责 哈马斯发表声明称 加沙永久停火是达成协议的基础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宣布 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克龙 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武器齐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和总理欧尔班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5号至10号 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为高质量推进实施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 传承弘扬工程 在全社会大力营造传承光荣传统 更续红色血脉的浓厚氛围 共同推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 今年5月至7月 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开展光荣之城 2024上海红色文化祭 活动启动仪式 昨天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报告厅举行 活动现场光荣之城 2024上海红色文化祭正式启动 并发布56个市级重点项目 和75项全市精品活动彩单 本次红色文化祭为期三个月 涵盖研究出版 展览展城 文艺影视 社会宣教 司政研学 旅游文创六大板块 启动仪式上 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文物始料专题展主题巡展节目 红色印记上海城市红色寻访活动 作为本次红色文化祭市级重点项目之一 也同步启动 红色文化祭期间 将推出8个城市红色寻访主题 首批45个精品红色场馆 融合集张打卡 场馆研学 邀请更多市民 特别是青少年亲身体验 为方便市民参与 红图平台将定期发布 红色文化祭双周菜单 推介精品活动 并开放线上团队预约系统 记者朱奇悦报道 昨天节目的伟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物始料专题展 450多件展品生动呈现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征程 其中最大亮点就是马克思亲笔手稿 首次来到上海亮相党的诞生地 步入展厅人们的目光都被中心展规中的一页马克思手稿吸引 这是1863年马克思用德语在正反两面写下的论波兰问题笔记手稿 时隔161年手稿大多失散 这页手稿珍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格外珍贵 围绕手稿140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出版物 形成一面矩阵式斩墙 其中包括陈旺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权益本等一级文物 从首次在中国刊出马克思形象的近世界60名人大画册 到反映毛泽东思想创立过程的光辉著作 从井冈山时期的油灯扁弹手榴弹 到为两弹异星做出突出贡献的飞鱼牌打字机 整个展览依托中共一大纪念馆丰富的革命文物基础 全维度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 大量精品文物集结 其中不少为首次展出 就是我们在以往的展成当中 这是第一次拿出如此这么大的这样一个文物的一个数量 因为对于这个400平米的展厅来说 这是已经是很非常难能可贵了 展览将持续到8月 记者张海燕报道 最新的数据显示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的数量 在经历了2022年的历史首次集体下降之后 2023年重拾升市 其中广州深圳两市同创新高 深圳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3年末 深圳市常住人口1779.01万人 创历史新高 比上年末增加12.83万人 同比增长0.73% 增量位居北上广深之首 此前 北京 上海 广州 陆续披露了2023年底常住人口数据 三者分别增长1.5万人 11.56万人 9.29万人 事实上 随着落户等政策放宽 除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人口全部正增长外 不少发展势头较好的二线城市 人口增长势头同样不俗 例如 安徽合肥近年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遗产新城 遗产巨人 2023年 合肥市常住人口增长了21.9万 位居全国主要城市人口增长第一位 这是目前唯一座人口增长超20万的万亿GDP城市 此外 郑州 杭州 成都等多座省会城市 人口增量也全部超过了10万人 分析人士称 各省 省内人口都在向省会城市进一步聚集 省会的人口守卫度持续提升 这一趋势也是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向的大体趋势 此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 不少专家均指出 中国人口正在向东南沿海省市进一步聚集 从省内城市看 人口则向区域中心城市进一步聚集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五一假期将至 多家旅游平台进入到了预定的高峰期 数据显示 国内长线有订单占比超一半 三四线城市旅游市场表现突出 从整体的预定情况来看 北京 上海 重庆 杭州 成都 南京 西安 武汉 广州 长沙 是五一假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来自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消息 众多演唱会 音乐节 以及影视剧取景点 将成为五一旅游消费的风向标 带火众多目的地潜力鼓 同时 国内各大博物馆 主题乐园将迎来客流高峰 亲子游 文化游 美食游等深度体验玩法 是游客开启假期旅行的新样态 我们预计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 无论是旅游的人数 还是旅游的消费 都会高于2019年 人均花费的增长的幅度 会高于出游人数的增长幅度 这意味着不仅出游的人多了 花费也更多了 这是一个总体的市场趋势 出入净游显示蓬勃活力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 2024年出境游人数将达到1.3亿人次 今年五一将会迎来一个出境热潮 能够说走就走的免签目的地成为了不少游客出境游的首选 从签证数据来看 五一热门出境游国家有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越南 加拿大 新西兰等 办理签证数量较多的客源地 为上海 北京 深圳 广州 杭州等城市 入境游市场也在持续升温 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入境游预定订单同比增长130% 入境游客主要是来自马来西亚 泰国 英国 俄罗斯 法国等国家 今年五一假期数据显示 微度假 微旅行兴起 很多旅客愿意来到小城市旅游 根据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 今年五一假期 现役市场酒店预定订单同比增长了68%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151% 拥有支建机场的宝山 淮化 赤峰 河田 河泽等城市 机票预定量同比增长明显 大多超过了五成 福建平潭 广西阳朔 浙江安吉 江西物园 河北正定 云南 香格里拉 甘肃敦煌等热门 也是现役的热门旅游地的 这些现役旅游目的地除了吸引外地游客以外 本地游客的消费也是在快速增长的 整个五一期间 四线五线城市的这个旅游订单增幅 大概达到了同比140%左右 同时增幅是远超一二线的城市 江西的王女士 在四月初就开始计划五一假期的行程 经过多方对比 她还是选择去就近的景德镇来一场陶瓷之旅 她认为和热门旅游城市相比 现在小城市从美食到文化 从自然景观到人文风情 都能让人有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看了很多旅游攻略 那选择小城市旅游 其实不仅能够避免人潮拥挤 还能够更让你更加深入地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 而在贵州遵义 农旅融合的采茶游将成为新亮点 当地安排的茶艺表演 采茶比赛 茶文化采风等系列活动精彩分成 吸引众多茶友 变身游客 品茶运 赏茶艺 论茶道 玩茶旅 另外综合各租车平台的数据显示 在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 家庭出油占比达到45% 预定车型以SUV和商务车为主 房车预定量同比大幅增长近7倍 五一期间 国内租车自驾订单同比增长40% 杭州 青岛 南京 上海等城市 租车订单增速较快 预计今年五一假期出租率将达90%以上 目前西北线西南线预定火爆 如西宁和乌鲁木齐 银川 兰州 拉萨等城市 气候舒适的海边 以及交通资源便捷的南方城市 如青岛 威海 宜昌 黄山 杭州 南京等城市 深受游客喜爱 目前来看 性价比高的经济型车 宽敞的SUV车型 以及适合家庭或者结伴出游人数较多的 7座车型预定量高 租期在4到7天的租期还是比较多 这个假期的头两三天 可能就会大批量的订单进来 我建议大家提前 把自己的行程规划一下 今年五一假期 铁路运输方案 从4月29号起至5月6号 共计8天 上海三大火车站 预计发送旅客485万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超过50万人次 记者在铁路上海虹桥站看到 出发层内人流如之 旅客们大多是提前请假 选择错峰出行 必开高峰 是出去玩还是回家 出去玩 去哪呢 去宁波 想回家多待两天 对 我们因为大学生嘛 课也比较可以自由安排一点 车站方面介绍 课流以旅游流探亲流为主 呈现出行范围广 高峰时间长等特点 今天上海虹桥站预计发送旅客 是24.9万人次左右 那么这个数字相较于平时 大概增加了3万人左右 而在上海站南广场 旅客们沿着车站蛇行通道 有需进站 从进站安检到后车市后车 整个过程非常顺畅 并没有出现人多拥挤的情况 整个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方案期间 上海三大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 425万人次 为尽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铁路上海站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 增开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山东 河南等方向旅客列车91对 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5月1日 当日将发送旅客65万人次 铁路方面提醒 五一假期期间 雨水天气密集 又恰逢节假日客流高峰 请旅客朋友们尽量提早出门 为近站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 以免耽误行程 根据交通部门预测 今年五一截日期间 上海高速路网总体车流规模 将达到900万辆次左右 日均流量同比增长2%到5% 预计出城高峰将在今天的午后 逐渐显现 傍晚接近峰值 在浦东交警的指挥室内 逢节必堵的高冬收费站流量 预测新鲜出炉 大数据分析显示 市民出行的最高峰将出现在 5月1号的傍晚 届时 本市前往高冬收费站的 外环交环及五周大道 都将出现长段拥堵 总体流量同比去年五一略有上升 由于正值外环隧道大修封闭 为避免市民出行雪上加霜 这两天 宝山交警已提前来到 分发物流订单的平台企业 希望能在五一的出行高峰 做到客户错峰 那么我们主动走访了 我们辖区的这个压嘴售的 这么一个企业 他们每周可以有五千到六千辆车次 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供水连运的调整 那么来调整为水路运输 那么来降低我们这个 公路运输的这个压力 交警部门提醒 当筹银启动方向拥堵家具后 十动口轮渡也会出现 大客流排队的情况 同时 邮轮港在节日期间 也会密集迎来大型邮轮进出港 多种因素叠加 室内北部路网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们在长江路隧道 交环隧道 这个周边的道路 我们制定了相关的排毒疏导 这个方案 及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 增加的相应的警力 同步使用无人机 对下去进行这个实时的监测 记者李恩禅报道 从4月28号开始 杭州的很多中小学生都迎来了春假 连上五一假期可以凑足八天的超长假期 这两天 杭州火车东站和萧山机场 已经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开启了假期 杭州火车东站的不少进站口排起了长队 虽然五一假期还没有正式到来 但这两天错峰出游的旅客已经很多 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趁着春假 提早踏上行程的亲子家庭 因为五一的话票太难抢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提前抢的 我们杭州的春假其实也挺好的 小孩子刚好跟这个残假 跟那个人几人人从中这个 刚好分开最好了 铁路杭州站28号发送旅客38万人次 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 上海 南昌 武汉 郑州 福州 厦门等城市 而除了铁路 不少汽车站也提前迎来了带娃出行的热潮 我们要去浦东机场坐飞机 所以这里有直达的大巴 去日本 小孩有春假有八天总的 春假可能对于五一来说人比较少一点 所以说就带他出去玩一下吧 杭州东站公路汽车站 这两天的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 舟山 恒电 乌镇 上海等旅游城市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将根据客流情况不断增加运力 保障广大旅客顺利出游 今天估计在2000人左右 相当于平时的一倍左右 平时我们有些线路那时 有些班次我们是停开的 我们把它做了副班 现在我们像普陀到周三的一天有20多个班次 基本上能够满足需求 此外 针对即将到来的五一长假 杭州长运也做好铁路运输兜底工作 4月30号 各大汽车站将通过加开班次等方式 助力旅客轻松出行 浙江台报道 杭州出入境边检预测 整个春假加上五一假期 杭州口岸出入境客流将超过13.5万人次 亲子游将会占到出入境旅客的五成左右 另外呢 与我国互免签证的国家来华旅游的人数也同样分长明显 春假叠加五一假期 儿童青少年旅游团 亲子游等成为出境游主力军 占到出入境旅客的五成左右 除新马太港澳台旅游持续保持高热度以外 斯里兰卡越南日本韩国也成为本次假期出境游的热门选择 五一假期嘛 然后呢 时间有多我们就准备去日本玩 同时在免签利好政策的加持下 德国法国瑞士以及新马太等近期有出入境 免签利好政策的国家人员数量明显增加 记者从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 根据预测整个春假加上五一假期 杭州口岸出入境客流将超过13.5万人次 其中五一假期预计将查验出入境旅客8.5万人次 出入境航班370余假次 同比分别增长160%和70% 预计五一假期出境游的儿童青少年的群体占比比较大 而且这类小旅客们他们无法使用快捷通道 要走我们人工通道的这种情况 为了避免这类旅客排错通道造成拥堵 我们在现场组建了杭小青民警服务队 靠前引导分流旅客 杭州边检站也提醒大家 出行前要提前了解旅行目的地入境政策 提前准备好相关证件 留族办票通关后检时间以免耽误行程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获悉 受第135届广交会叠加我国系列免签政策实施等因素的影响 五一假期广州边检总站所辖旅检口案 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客流高峰 预计节日期间出入境客流约22万人次 同比增长102% 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4月30号至5月1号和5月5号至5月6号 主要以旅游探亲以及来华商贸为主 其中白云国际机场预计日均客流保持在4.1万人次以上 为确保五一假期期间口案安全稳定畅通 广州边检总站将全力保障群众出入境需求 确保广大出入境旅客平安高效通关 开足查验通道在各自勤口案 征派引导人员配备了英 法 俄 阿拉伯等多余种服务队 同时安排了熟悉粤语 客家化 潮汕化 闽南语等方言的民警 前置引导开设了广交会专用通道 便利来华展商顺畅通关 近期华南地区雷雨大风天气持续 部分航班起降时间或受影响 明天就要进入五一假期了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按照目前的评估 各口案维持正常的开放时间 五一假期未到传统景点金子金广场已是人头涌动 政府预计五一假期期间内地旅客入境将出现大客流 各口案会维持正常的开放时间 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已制定一系列措施 包括减少前线人员休假 加开检查通道等 今天到5月8号 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会有多场大型演唱会 未数到人潮 港铁宣布加强七条线路列车服务 运输署表示跨境巴士将增加班次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五一假期期间 有餐厅打算推出烟花套餐信游客 留业议会预驾 五一假期会有约800个内地团 约2.8万人返港 不担心天气影响旅客的返港意愿 五一临近 湾仔海滨这间餐厅已经准备旧具 每位560元的烟花套餐有牛扒 沙拉和汤 餐厅八成是露天座位 客人可以一边用餐 一边欣赏烟花表演 但天文台预测当天有雷雨 负责人表示目前只有三成定座 不理想的了 其实呢 如果你说年初二这样呢 我们其实是爆晒的 因为我们很大部分的座位都在露天的 那就看雨花特别好 但如果下雨就麻烦了 5月1号下午才宣布其实对我们都影响大 到时人们会担心 哇 离不离好呢 旅游业议会预计 五一假期会有约800个内地团 约2.8万人访港 占整体内地客的3.5% 接近疫情前水平 由于交通便利 不过夜旅客会占整体六成 大湾区一成多占旅游的旅客 因房价关系获惠到深圳珠海过夜 房港过夜旅客今年不少会转到东南亚旅游 年初的时候呢 就有都几多国家呢 就开放了那个签证给内地的旅客 譬如说泰国啊 这个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 那所以呢 多了旅客呢 也都在 就算是大湾区 那他们呢 就会来香港先 那跟着呢 在香港玩一日啦 看回他们的航班 怎么去接驳啦 那所以呢 就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得益呢 就是香港在这方面的得益都有 因为是用了这个大湾区的旅客 去东南亚的地方的话 就一成多占了 特区政府明天下午会公布 是否会举办烟花会演 旅游业议会认为香港仍有不少盛事 如金庸展等正在举行 就算没烟花会演也不影响城市吸引力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旅发局计划明天晚上举行海上烟花会演 由于近期天气不稳 能否如期举行 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香港天文台预测 明天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旅发局计划当晚在尖沙嘴海滨花园 对面的维港举办海上烟花会演 相关部门明天下午会通报 烟花会演是否如常举行 估计5月1号可能都会有雨 所以我们有些事都要做两手准备 可能都要去到当日5月1号的下午 我们才能够正式讲到 究竟晚上那个烟火会受什么影响 因为始终天气的问题 尤其是落雨的问题 有时可能要比较迟我们才知道 但我们都希望来香港的旅客 早点心理有个准备 入境处预测 今天到5月5号 6天共有约590万人次出入境 超过80万内地旅客会入境香港 有旅客担心回程时较拥挤 杨润雄强调 无论在关口接待 以至其他交通安排 特区政府已做好准备 运输署会在社交平台讲解 不同路线及特别安排 旅游业监管局表示 劳动节假期间 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旅行团活动的地点 确保行程有序进行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近期华南地区遭遇强降雨 强对流天气车轮战 广东成为了强对流天气的高命中地区 新一轮的强降雨 强对流天气再次登场 从昨天晚上开始到5月1号的早上 广东北部 珠江三角洲 广东东部的部分视线 有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省 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连日来位于强降雨中心的广东惠州 现在境内仍有两条河流和三个水门站点 超警戒水位 境内的东将发生2024年第一号洪水 在广东惠州波罗县 持续暴雨带来的积水 涌入低洼地区的民房市场中 造成群众被困 当地消防指挥部迅速联合镇村干部 挨家挨户走访排查险情 连夜转移群众 并在当地的小学里设置了临时安置点 气象部门预计 广东多地又将遭遇新一轮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过程 伴有8到11级短时大风 雷电 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多地都已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受近日的强降水影响 珠江流域 寒江 东江 北江 仍有涨水过程 寒江发生2024年第三号洪水 东江已经发生2024年第一号洪水 而自4月1日入训以来 珠江流域的北江 寒江 已经分别发生两次边号洪水 针对广东省防汛形势 水利部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针对近期湖南大部广东中北部 将出现较大范围的大道暴雨 广铁集团计划停运 京广铁路普速列车62列 京广京九普铁和京广高铁的部分列车 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神舟17号乘组今天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再轨6个月 神17乘组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 神舟17号乘组是去年10月26号 进入中国空间站 太空出差半年 三名航天员收获满满 先后完成了与神舟16号乘组轮换 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 生活和健康保障 舱外航天服巡检测试 还有天舟6号设备巡检出舱活动等工作 进行了机械臂操作 载轨训练 应急救生演练 医疗救护演练 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等载轨训练项目 承担的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任务 扎实稳步的推进 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 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4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 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巡查 进一步的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 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 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行情和作业秩序 好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会看到 以色列将派团前往埃及参加停火谈判 哈马斯发表声明称 加沙永久停火是达成协议的基础 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0 再创34年来的新低 日本政府仍未出手脱底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宣布 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在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 针对黎巴嫩南部的夜间行动当中 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随后以色列北部地区遭到了数十枚 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袭击 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位于布拉特山的作战基础设施 以及马尔瓦新地区真主党军事建筑均受到已军空袭 另据以色列军队电台消息 29号当天 数十枚火箭弹从黎巴嫩地区发射至以色列北部上加利利地区 以色列军方称大部分火箭弹被拦截 另一些落在开阔地区 以军向火箭弹发射源头进行回击 连日来 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局势持续紧张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宣布使用无人机和制导导弹袭击以军目标 以军则称有效打击真主党军事设施 黎巴嫩官方媒体称 以军空袭导致多人受伤 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真主党声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多次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和炮弹 以军则还以空袭和炮击 昨天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声称 对本轮以色列北部遭火箭弹袭击事件负责 哈马斯发表声明称 如果不能就实现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以军撤离以及所有地区难民返回家园达成协议 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成果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以色列政府官员昨天向新华社记者证实 以方今天将派代表团前往埃及 参加同巴勒斯坦方面停火的谈判 该官员说 以方代表团将由情报部门官员组成 他拒绝向记者透露有关谈判的细节 和以色列的停火条件 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9日报道 哈马斯代表当天抵达埃及 报道说 以方同意哈马斯释放33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 以换取以方释放数千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据多家阿拉伯媒体29日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当天在沙特首都利亚德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时表示 哈马斯收到了非常慷慨的提议 即巴以达成40天的停火 以方释放数千名巴勒斯坦囚犯 哈马斯释放一定数量被扣押的以色列人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昨天斯托尔滕贝格在未提前宣布的情况之下 对基辅进行了突然访问 这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 斯托尔滕贝格的第三次访问 斯托尔滕贝格昨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 并邀请泽连斯基出席今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北约已就加强队伍安全支持和训练乌军士兵的计划达成一致 他认为有必要将北约各国单独队伍支持 转变为北约联合队伍支持 以确保北约队伍支持的长期性和可预测性 斯莲斯基说他与斯托尔滕贝格还讨论了 由北约出资成立乌克兰国防特别基金事宜 按照计划北约将在五年内向该基金提供1000亿欧元支持 斯莲斯基还说美国日前宣布的新军事援助已开始运抵乌克兰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屡创新低 昨天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了160比1的关口 再次刷新了34年来的新低 日元对美元汇率近日连续跌破多个整数关口 然而日本政府却迟迟没有出手脱底 日本央行近日决定维持现行货币政策 而非如外界预期的那样实施量化紧缩 消息公布后日元再度跳水 受日元贬值影响 近来赴日外国游客数量持续增加 据日本观光厅推算 三月份访日游客超过308万人次 创下单月历史最高水平 但与此同时 进口成本的上升也推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成本 不少人被迫调整黄金周假期的旅游计划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亚洲多国货币都持续下行 今年以来韩元对美元已贬值7% 贬值幅度超过全球金融危机时期 印尼顿今年也累计贬值5% 触及四年来最低水平 分析认为相关货币大幅贬值的主要原因 是所谓的强势美元 美联储把基准利率保持在高位 导致美元大幅升值 加之近年来地缘局势持续紧张 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 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的债务风险 昨天韩国总统尹熙悦 与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 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会谈 重点讨论民生等问题 昨天下午2点左右 尹熙悦与李在明以茶话会的方式举行了会谈 一同出席的还有总统府秘书市长郑振硕 总统府政务首席秘书洪哲浩等多名总统府官员 以及韩国共同民主党多名成员 据韩国媒体报道 当天双方就司法医疗改革和民生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李在明就尹熙悦此前 对旨在调查离太院采踏事故真相的离太院特别法等法案 行使否决权表示遗憾 并希望总统能承诺尊重国会的决定 关于医疗改革李在明表示 医学院扩招等医改问题是一项重大任务 共同民主党将积极与政府配合 共同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此外 针对共同民主党此前提出的民生援助款仪式 李在明希望政府可以积极考虑和审查 并称此举将为民众和当地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韩国媒体报道称 这是尹熙悦2022年5月就任总统以来 首次与李在明举行双方会谈 观察人士认为 自尹熙悦上任以来一直回避与李在明会谈 但随着其所属的国民力量党 在本月10号的国会选举中惨败 尹熙悦改变态度积极与李在明沟通 预计将为朝野加强合作打开大门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博尔普什图省警方反恐部门 昨天发布声明说 巴方逮捕了4名涉嫌参与制造 达苏水电站项目车辆遭袭事件的 恐怖分子 声明说被逮捕的4名恐怖分子 隶属于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 均来自该省曼塞赫拉地区 声明公布了4名恐怖分子的名字 但未披露更多案件调查的详细信息 3月26号 中方企业呈建的巴基斯坦 开博尔普什图省达苏水电站项目车辆 在从巴首都伊斯兰堡前往项目现场途中遭遇恐怖袭击 造成5名中方人员 1名巴方人员遇难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事件发生后表示 巴方将迅速彻查严惩凶手 并进一步采取措施 全面加强对在巴中国人员 项目和机构的安保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好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会看到 受地产等权重板块的带动 A股全线走强 互指站上了3100点的关口 北向资金大幅净流入近109亿元 我国自主研制世界最大直径 高铁顿购机始发 上海崇明通高铁再进一步 早上的7点38分 欢迎您收看东方卫视 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 各位早上好 我是尹红 各位早上好 我是何清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受地产等权重板块的带动 昨天A股全线走强 互指站上了3100点的关口 互申两市成交明显放量 全天成交超过了1.2万亿元 北向资金大幅净流入近109亿元 受到近期各地优化房地产政策的影响 盘面上房地产板块集体爆发 有约20支个股涨停 此外 汽车已就换新细则 马斯克访华等消息 也刺激了新能源汽车和电池板块 就是最近的一个股市 其实跟消息面刺激的影响很大 当然今天的房地产和我们说的新能源 其实也是前期跌幅非常明显的一些板块 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占上了3100点 涨幅定格在0.79% 创业板值走势更强 盘中涨幅一度高达4.45% 最终收涨3.5% 深圳城址收涨2.22% 从盘面整体来看 两市有超过4300支个股上涨 普涨的动力之一 来自于北向资金 更多的还是来源于 在亚太地区配置的整个的 这么一个资金的一个调仓换股的动作 也就是说从一些高位的这个资本市场 比方说像这个日清指数兑现和流出 更多的配置在了 整个位置偏低的港股和这个A股市场 东方卫视记者马杰上海报道 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世界直径最大的高铁顿购机领航号 在上海崇明顺利事发 这标志着护鱼绒高铁 重叉长江隧道 全面进入顿购施工阶段 开启穿越长江之旅 随着刀盘缓缓转动 令航号顿购机正式始发 这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国之重器 专为穿越长江量身定制 直径最大15.4米 预计将按照每天10到20米的速度 在深达89米的水下 独头绝境超过11000米 我们现在面临主要的挑战 就是一个长距离 一个高水压 还有一个超大埋深 还有不良地质 我们购施机设备 也进行了一个争动性设计 向世界展示中国建造的新制生产力 护鱼绒高铁自上海首发 途经江苏安徽等地 通至四川成都 线路总长约2100公里 在上海境内将新建宝山站 和崇明站 作为这条高铁的咽喉工程 崇泰长江隧道 连接了上海崇明和江苏泰仓 全长14.25千米 其中顿垢段长13.25千米 设计时速350千米 是目前建设标准最高 绝境距离最长 规模最大的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 隧道建成后 将结束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并首次实现高铁穿越长江不减速 在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之间 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东方卫视记者洪焕泉上海报道 5月3号到5号 2024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 就将会拉开帷幕了 目前参赛的马匹已经全部抵达上海 顶级赛事与高规格的比赛场馆相遇 会给今年的观众带来怎样的观赛体验呢 好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先读为快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游史以来 举办的级别最高 国际影响力最大 观赏性最强的马术赛事 今年更是迎来十周年 十年来从赛事排除晚南落地上海 到如今的马术纪录部遍地开花 十年前打通欧洲马匹入境的通道 得到欧盟对上海临时无意趋的许可 到了今年 从入境到完全检疫 抵达下场只用了两个多小时 参赛的马匹已经全都抵达上海 入驻全新落成的 上海九市国际马术中心 这些马儿呢 刚刚吃完午饭正在午休 看着状态还不错 这里面有我们中国的马术的马匹的 这个运营的维护的专家 同时也有外方的团队 每一匹马也有专业的人来负责 配合它的饮食 包括在这边的草料 包括甚至于它还要有一些医疗处理 这些都是每一次赛事 马匹到了以后 我们专业会做的事情 在这个场地走下来 脚感很舒适很柔软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沙子 这是一个世界最顶级的 一个鲜纱的一个工艺 对马匹来讲的话 它在跳障碍的过程当中 既要保持它不受伤 不受伤必须得保证一定的软度 在这个前提下 又得保证一定的硬度 说它还能跳得起来 包括我们Apple Flow的 有水型的一个系统 保证整个这个场地里 就能达到我们国际顶级马术 的要求 从现场的这个作息来看 它可以容纳约5000名的观众 这里也将是国内首座 符合国际顶级马术赛事标准的 永久性专业比赛场馆 而除了举办国际赛事之外 未来还将被打造成 集赛事活动 马匹检验检疫 马术产业交流合作 马术文化艺术 青少年教育培训 五大中心为一体的特色场馆 五一小长假期间为了满足新能源车主充电的需求 苏州供电部门 优化充电服务 保出行 位于苏州市工业园区的阳城湖服务区 是护荣高速最繁忙的服务区之一 也是游客驻足打卡的网红服务区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 这里的日均充电量预计较平日将提升三成 充电车位基本每天都会处于满源状态 目前亚州服务区是有六个装 有四台是60千瓦的 还有两台是双枪的 然后是160千瓦 为缓解充电压力 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在该服务区 部署了一辆移动充电车 可同时为四辆小车进行充电 充电电价和速度与常规充电桩一样 我们会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站的运行情况 进行实时的监测 充电的功率在30到60千瓦之间 这辆车是24小时对外提供服务的 此外 为缓解阳城湖景区充电排队难题 供电所将内部充电桩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 并组织工作人员引导车主前往充电 刚才我在附近的几个站 看了一下 都基本上配满了 然后我觉得一充电APPB 再次搜索了一下 在这个附近找到了这个站点 为了看了一下 还是比较方便的 今年五一期间 苏州全市62个供电所 共计271把充电枪将向车主开放 车主只需要通过易充电APP 按照流程支付费用即可使用 苏州台报道 昨天江南大学无人机快递配送成功首飞 无锡市打造全国首个无人配送示范高校 昨天中午11点左右满载快递包裹的无人机 从江大图书馆西广场起飞 三分钟后 精准降落在校园北区快递驿站门前 此次开通的无人机快递配送航线 飞行往返里程为4公里 飞行高度120米 最大载重10千克 无人机降落后由地勤进行手动卸货 并将物品交付给指定人员 我们后期规划将融合无人机无人车 这样的一个智能这样的末端的配送设备 带来新的低空家的消费体验 进一步推动校园快递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发展 江南大学有近4万师生 每天要接收上万个包裹 无人机快递配送进高校 是交游融合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又一次积极探索 将江南大学打造成为全国快递无人配送的示范高校 打造成为低空经济的测源地 和运营场景的试验前 无锡台报道 作为外贸市场的风向标 今年一季度 义乌市出口额超过1200亿元 同比增幅超过两成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 经营户王徐雪迎来了他的老朋友 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伊克巴利 他看中了一款毛绒玩具 开始熟练地和王徐雪砍价 我这个18块给你 这个你给我8块钱 你乱讲 真的 那如果有便宜的你还会过来跟我说 你直接别人家下单了 王徐雪告诉记者 多年的经营让他收获了一批 长期合作的老客户 他们会定期来店铺回购 而今年一季度 外商的采购订单非常不错 我们一季度大概增长20%左右 单子的话一般都排到7月份了 有的单子一街就是几十万什么的 我们工厂都会有蛮好一阵子 在一家灯饰店铺经营户方小燕告诉记者 近期国际铜价上涨 工厂生产成本有所提高 但随着圣诞用品出口旺季到来 灯饰出口订单量依然增长了10% 像我们这一种用到传统这种的 原来的话 比如说我们蛇块的 现在要涨到蛇一块 客户怎么说呢 圣诞的都有关的 他们只要开到眼镜一辆新鞋的都会拿 订单量排到大概都是排到六七月份 数据显示 2024年一季度 义乌市出口总值达1287.7亿元 同比增长20.5% 其中劳密产品出口529.8亿元 增长29.6% 机电产品出口490亿元 增长14.2% 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到22亿元 增长46.2% 业内人士表示 巴黎奥运会即将召开 以及外商圣诞采购季开始 欧美市场补库存需求增加 使得相关产品出口占比显著提升 好 更多长三角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今天长三角地区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 上海中南部 浙江大部 安徽东南部和江苏南部地区有大雨 需关注对五一假期前出游高峰的影响 5月1号到2号 长三角地区以多云为主 气温适宜 气象条件适合旅游和户外活动 5月3号后期至5号 长三角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 局部降雨强度较大 需关注降雨对旅游和返程交通的影响 上海地铁17891013号线 目前实施周五周六延时运营 逢法定节假日另行安排 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地铁线网夜间服务水平 从今天起 所有六条延时运营线路 延时末班车始发时间 均调整至次日零点 延时运营区段均保持不变 苏州积极发挥开放型经济优势 面向全球极具高端资源要素 努力打造外商投资中国的高地 对苏州的认可 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德企落户 并持续增资扩产 目前已有博士 西门子 舍福乐等860家德企 在苏州投资兴业深耕发展 截至目前 苏州实际使用德资32.93亿美元 苏州港泰苍港区成功打造 储能柜出海新通道 储能柜是新能源系统 不可或缺的组网设备 相关企业自去年8月 开始大批量生产储能产品 投放市场 预计出货量将提高200% 泰苍港抢抓光伏 风能 新能源汽车 大容量储能柜等 新兴产业发展风口 着力推动新兴产业剧烈城市 无锡取消住宿登记强制刷脸措施 除本人居民身份证外 护照 警官证 士兵证等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也可以通过人工登记的方式入住 旅客在无锡住宿 遇到旅馆经营者要求 强制刷脸的可以进行拒绝 并向公安机关进行反应 浙江省关于进一步规范 房地产经济管理的实施意见 自5月1号起实施 意见包括 房地产经济机构要合理降低 住房买卖和租赁经济服务费用 鼓励按照成交价格越高 服务费率越低的原则 实行分档定价 引导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 经济服务费用 好 下面有请江波 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 江波 好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 这一时段的报天下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中国纪检监查报的这篇文章 文章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了相关通知 明确党员 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要增强政治定力 纪律定力 道德定力 敌辅定力 始终做到忠诚 干净担当 文章说 增强道德定力 就是要讲道德 修官德 始终重得上德 敦品力行 向上向善 引领风尚 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 做到清正连结的基础 只有把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总开关 拧紧了 把思想觉悟 精神境界提高了 这样才能助劳 巨腑 方便的思想防线 增强道德定力 还需要树立和践行 正确的政绩观 作为党员干部 心中有人民 就会有高尚的道德境界 在任何情况下 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共产党人 乐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这是道德定力之依托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 题目叫 打击财务造假 务必是掌牙带刺 文章说 近日会计法修正草案 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首次审议 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 就在于大幅提高了 会计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 加大财务造假 法律责任的追究力度 文章评论说了 近些年我们看到 企业财务舞弊履禁不止 特别是资本市场上 财务造假是大案频现 其中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处罚没有真正实现 掌牙带刺 不少处罚让人感觉就像是毛毛雨 挠痒痒 打击财务造假 必须掌牙带刺 有棱有角 法律需要与时俱进 修订完善 为遏制会计违法行为 提供更加有利的法治保障 当然了 图法不足以自行 掌牙带刺 不应只停留在法律条文上 还应该要在监管执法上充分体现 要通过丰富监管手段 严格执法程序 充分落实法律责任规定 让财务造假者无所遁形 并且付出沉重的代价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澎湃新闻的这篇文章 近日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披露 上海去年职业索赔投诉量 高达24.6万件 而其中更奇葩的是 有人居然在一年之内 就以无证拍黄瓜为由 向1372家餐饮店提出了高额索赔 文章对此是这样评论说的 他说 目前像这样的一些职业打假人群体 已经完全背离了消费者维权的初衷 不再是普通公众认识当中的 那个白衣骑士市场啄木鸟 相反职业打假已经沦为了 专门敲诈小微经营者 绑架执法者败坏营商环境的灰色产业 从举报对象上来看 他们举报的往往都是一些和商品服务 质量关系不太大的规则瑕疵 那这些违法其实很多都只是技术瑕疵 本来通过执法机关一线指导警告纠正 就可以改正的 但是这些所谓的职业打假人还是最终选择了 借机牟利 结果是打假人赚的盆满钵满 执法者不胜其烦 留下一堆拍黄瓜被重罚的极端个案 政府公信受损 法律尊严蒙羞 经营者战战兢兢 市场营商环境被破坏 减政放权的政策红利被截胡 什么结果 全社会都输了 赢的只有那些所谓的职业打假人 这个现象绝不能再容许下去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法治日报的文章 今年的4月25号到5月1号是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活动主题是坚持预防为主守护职业健康 文章评论说职业病防治向来是我国健康工作的重要抓手之一 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 我们还是要清楚的认识到 我国面临的职业病防治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明确了 用人单位是职业病防治的责任主体 当前部分中小微企业由于资金不稳定 法律意识相对淡薄 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没有能有效的履行职业健康相关职责 因此推动落实用人单位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好说到这个健康 我们再来看一下光明论微信公号的这篇文章 文章说近期据央视调查报道 有一家名为ME视光视力提升摘静中心的机构 宣称说他们能够治愈近视远视散光弱视老花等各类眼部疾病 文章对此评论说了 在目前的医学水平之下 真性静视是不可逆的 这基本算得上是一个常识 可匪夷所思的事就是靠这样的低级话术 这家机构竟然能够在全国各地做大做强 为此我们应该反思什么呢 文章说首先是近视的患者 包括家长应该要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 那其次更大的责任还在于我们的监管部门 要睁大眼睛加强监管 对此北京青年报评论说了 其实近视治愈之类的骗局是该好好制止了 近视矫正市场的乱象 也应该要认真矫正矫制了 相关部门应该要加强 对近视矫正机构的监管力度 抬高近视康复治疗行业从业人员的资质门槛了 好的 这一时段爆料下内容 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 好的 谢谢江波 看东方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会看到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常驻人口数量重回正增长 中国人口正在向东南沿海省市进一步聚集 香港五一假期将迎内地旅客入境大客流 天文台预计明天将有雷暴大风 烟花慧眼能否上演还是未知 广州白俄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正式启用 并将于5月1号面向公众正式开放 广东防汛应急响应再升级 受恶劣天气的影响 广铁集团62趟列车将晚点或停运 广州龙卷风灾后首阶段搜救工作完成 未发现任何失踪人士 早上八点整 欢迎来到东方卫视成间新闻节目看东方 各位早上好 我是尹红 各位早上好 我是何清 来看一下天气 上海今天多云 到应有短时阵雨 今天上午起应有阵雨 南部地区有大雨 今天夜里转阴道多云 有短时小雨 明天多云 北到东北风是四到五级 沿江沿海地区阵风六级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9度 明天的最低温度是13度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最新的数据显示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 常住人口数量 在经历了2022年的历史首次集体下降之后 2023年重拾升市 其中广州深圳两市同创新高 深圳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3年末 深圳市常住人口1779.01万人 创历史新高 比上年末增加12.83万人 同比增长0.73% 增量位居北上广深之首 此前 北京 上海 广州陆续披露了 2023年底常住人口数据 三者分别增长1.5万人 11.56万人 9.29万人 事实上 随着落户等政策放宽 除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人口全部正增长外 不少发展势头较好的二线城市 人口增长势头同样不俗 例如 安徽合肥近年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遗产新城 遗产巨人 2023年 合肥市常住人口增长了21.9万 位居全国主要城市人口增长第一位 这是目前唯一座人口增长超20万的万亿GDP城市 此外 郑州 杭州 成都等多座省会城市 人口增量也全部超过了10万人 分析人士称 各省 省内人口都在向省会城市进一步聚集 省会的人口守卫度持续提升 这一趋势也是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向的大体趋势 此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 不少专家均指出 中国人口正在向东南沿海省市进一步聚集 从省内城市看 人口则向区域中心城市进一步聚集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0年前的4月29号 巴基斯坦国际航公司开通达卡广州上海航线 由此上海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次国际通行 昨天在上海国际通行60周年之际 红桥机场联合驻场单位 共同发布精品红桥便捷出行 12项旅客服务便利化举措 更好助力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 12项旅客服务便利化举措 涵盖了从安检乘机到入境边检通关等出行全流程 其中红桥边检站在全国率先实行的 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 外籍旅客提前扫码线上一键填报入境卡 抵达后就可以一扫打印 大幅缩短入境查验等候时间 那么到站以后呢 我只要把手机上生成的这个二维码 在我们这个机器上一扫 好 您所有填报的信息就全在上面了 那么核对无误以后啊 我们就点打印 那么这台机器呢 就可以在约五秒钟的时间内呢 就可以把这个入境卡打印出来了 那免去了我们手工填写的一个烦恼 因为之前他也是来中国工作很多次嘛 之前都是纯手写的 然后需要填一些几件信息 还有一些联系人信息 然后这次的话就直接从App里 就是在那个APP里扫了一下二维码 然后把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填进去了 比之前来说很方便 上海口岸启用第七代智能快捷通道 通过动态识别技术将旅客找镜头 变为镜头找旅客 平均10秒内即可完成通关 旅客入关之后 日常所需的通讯支付问询交通上网等一系列问题 可以在整合后的一站式入境便利化综合服务中心快速解决 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五一假期将至一些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 已经踏上了旅途 交通运输部介绍啊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呢 日均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7亿人士以上 将会超过2023年2019年的同期水平 铁路方面 昨天五一假期运输正式启动 将会持续到5月6号 共计8天的时间 由于大众出游热情高涨 全国多地铁路部门都将会迎来五一的大客流 那国铁北京据预测 8天将会发送旅客1160万人次 同比增加35万人次 增幅3.1% 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2700万人次 日均客流超340万人次 多地铁路部门呢 启用了高峰列车运行图 最大限度的来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 今年五一假期 铁路运输方案从4月29号开始 至5月6号 共计8天 上海三大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425万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超50万人次 记者在铁路上海虹桥站看到 出发层内人流如之 旅客们大多是提前请假 选择错峰出行 避开高峰 是出去玩还是回家 出去玩去哪呢 去宁波 想回家多待两天 对 我们因为大学生嘛 课也比较可以自己玩安排一点 车站方面介绍 课流以旅游流探亲流为主 呈现出行范围广 高峰时间长等特点 今天上海虹桥站预计发送旅客是24.9万人次左右 那么这个数字相较于平时 大概增加了3万人左右 而在上海站南广场 旅客们沿着车站蛇行通道有需进站 从进站安检到后车市后车 整个过程非常顺畅 并没有出现人多拥挤的情况 整个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方案期间 上海三大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425万人次 为尽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铁路上海站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 增开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山东 河南等方向旅客列车91对 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5月1日 当日将发送旅客65万人次 铁路方面提醒 五一假期期间雨水天气密集 又恰逢节假日客流高峰 请旅客朋友们尽量提早出门 为近站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 以免耽误行程 为了迎接假期的到来 多家旅游平台也早早地进入到了预定的高峰期 数据显示国内长线油订单占比超一半 三四线城市流市场表现突出 从整体的预定的情况来看 北京 上海 重庆 杭州 成都 南京 西安 武汉 广州 长沙 是五一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 来自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消息 众多演唱会 音乐节 以及影视剧取景点 将成为五一旅游消费的风向标 带火众多目的地潜力鼓 同时 国内各大博物馆 主题乐园 将迎来客流高峰 亲子游 文化游 美食游等深度体验玩法 是游客开启假期旅行的新样态 我们预计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 无论是旅游的人数还是旅游的消费 都会高于2019年 人均花费的增长的幅度 会高于出游人数的增长幅度 这意味着不仅出游的人多了 花费也更多了 这是一个总体的市场趋势 这个假期 云南也再次成为了热门旅游目的地 节前云南昆明的酒店民宿预定火爆 一些知名景点地标建筑周边的酒店民宿 预定率已经超过了九成 部分热门酒店一方难求 记者在多家旅游预定平台上搜索发现 昆明老街 南平街附近的一些酒店客栈 五一期间剩余房间一不多 一位酒店的经营者介绍 由于五一假期 家庭亲子出游量比较大 他们店内的套房还出现了一方难求的情况 一般来说 五一期间出行的游客 选择预定两到三晚的情况比较多 这些位于城市中心或者交通枢纽附近的酒店客栈 往往会成为外地游客进入云南 了解昆明的第一站 我们会主动跟客人然后介绍一些昆明吃的好玩的 会偏向于然后呢 白天到他到翠湖啊 或者是滇池那边 然后远一点的地方先去游玩 晚上以后的话到昆明老街去吃吃小吃 逛一下然后昆明的这边老街 感受一下昆明的这个春城氛围 屠家民宿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 五一期间民宿预定量前五的城市分别为 大理 丽江 昆明 西双版纳和迪庆 在众多热门旅游目的地中 云南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脱颖而出 预计在五一假期中继续保持繁荣旅游态势 今年是农历假成龙年 在年轻的旅行者当中掀起了一股巡龙热潮 广西龙盛的龙脊梯田成了巡龙旅游的打卡热点 已有2300年历史的龙脊梯田 单从字面上看就很具有龙味 梯田上最著名的景点叫九龙五虎 九龙是龙脊山峰主脉在这里分出来的九条小山梁 起伏有度行如游龙 我从厦门过来找龙的 然后这个是龙头 这个是龙身 这个是龙尾 然后一共九条龙 我感觉我立马就龙马精神起来了 进入假成龙年 龙脊景区也做起了龙文章 春节就推出了龙脊夜景 梯田中插着一排排火把龙行景观灯 宛如一片星河洒落地上 让人仿佛置身于神奇的龙腾虎月世界 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 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以龙的精神符号 再融入一些现代审美元素 很符合当代年轻人个性化的心理需求 香港旅发局计划明天晚上举行海上烟花会演 由于近期天气不稳 能否如期举行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香港天文台预测 明天会有昼雨及狂风雷暴 旅发局计划当晚在尖沙嘴海滨花园对面的 维港举办海上烟花会演 相关部门明天下午会通报 烟花会演是否如常举行 估计5月1号可能是都会有雨的 所以我们有些事都要做两手准备 可能都要去到当日5月1号的下午 我们才能够正式讲到究竟夜晚那个烟火会受什么影响 因为始终天气的问题 尤其是落雨的问题 有时可能要比较迟我们才知道 但我们都希望来香港的旅客 早点心里有个准备 入境处预测 今天到5月5号 6天共有约590万人次出入境 超过80万内地旅客会入境香港 有旅客担心回程时较拥挤 杨润雄强调 无论在关口接待 以至其他交通安排 特区政府已做好准备 运输署会在社交平台讲解不同路线及特别安排 旅游业监管局表示 劳动节假期间会加派人手 巡查较多入境旅行团活动的地点 确保行程有序进行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因假期有烟花会演 香港的一些餐厅也打算推出烟花套餐来吸引游客 此前旅游业议会 就预计今年五一假期会有约800个内地团 不担心天气影响旅客放港意愿 五一临近 湾仔海滨这间餐厅已经准备就绪 每位560元的烟花套餐 有牛扒 沙拉和汤 餐厅八成是露天座位 客人可以一边用餐一边欣赏烟花表演 但天文台预测当天有雷雨 负责人表示目前只有三成定座 旅游业议会预计 五一假期会有约800个内地团约2.8万人防港 占整体内地客的3.5% 接近疫情前水平 由于交通便利 不过夜旅客会占整体六成 大湾区一成多占旅游的旅客 因房价关系获惠到深圳珠海过夜 防港过夜旅客今年不少会转到东南亚旅游 年初的时候有几多国家开放了签证 给内地的旅客 譬如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 所以多了旅客 就算是大湾区 他们就会先来香港 然后在香港玩一天 看他们的航班如何接驳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得益 香港在这方面的得益 因为用了这个大湾区的旅客 去东南亚的地方的话 就一成多占了 特区政府明天下午会公布 是否会举办烟花会演 旅游业议会认为 香港仍有不少盛事 如金庸展等正在举行 就算没烟花会演 也不影响城市吸引力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明天就正式开启假期了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 按目前的评估 各口岸维持正常的开放时间 五一假期未到 传统景点金子金广场 已是人头涌动 政府预计 五一假期期间 内地旅客入境将出现大客流 各口岸会维持正常的开放时间 假期人多 肯定会先考虑 如果我们带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过来 会更加会先考虑这一件事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深圳那边过关的嘛 没有分时间 24小时的话 我觉得会更健力一点 外地人就会 因为很不容易 来一趟五一假期的话 就会紧臭一点的时间 特区政府相关部门 已制定一系列措施 包括减少前线人员休假 加开检查通道等 今天到5月8号 中环海滨活动空间 会有多场大型演唱会 未数到人潮 港铁宣布加强 七条线路列车服务 运输署表示 跨境巴士将增加班次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在广州及广东美术馆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广东文学馆 与一体的白鸽潭大湾区艺术中心 28号正式启用 计划在五一期间 面向公众开放 连三地 惠三江 和三馆 正式启用的白鸽潭大湾区艺术中心 定位为打造国际知名 亚洲一流国内领先的 现代化文化博览群体 在建筑语言上 大量吸收岭南建筑元素 在功能容纳上 集合岭南文化主要的门类和内容 艺术中心开馆后 将持续为大湾区市民 献上全方位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一批重磅文艺大师名作 珍贵藏品将向公众揭开面纱 当晚 现场还上演了 鹅潭放歌综艺晚会 及无人机编队表演 从广东音乐的月韵悠扬 到白天鹅振翅高飞 映衬着珠江沿岸的流光溢彩 一幅美轮美奂的大湾区 清明上河图 在白鹅潭盘徐徐展开 好像世界重回白鹅潭 我觉得在家门口 我们就能欣赏到这些艺术 其实也是蛮好的 随着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 正式启用 一系列开馆活动接踵而至 广东美术馆特别策划推出 新时代新跨越 广东美术馆新馆系列大展 其中既有齐白石 林峰绵 观山越等一批 近现代中国话坛大师的精品佳作 也有聚焦重大历史题材 彰显时代精神的主题创作作品 更有来自意大利 博尔盖赛美术馆珍藏的文艺复兴时期 大加真迹 为公众献上高品质的艺术盛宴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如同一个城满飞夷珍宝的盒子 馆内包括基本陈列区 专题展厅 传承工房三个板块 从潮州木雕 潮秀 到广州的行花街 再到乐剧 省诗 飞夷馆以高科技互动和沉浸式体验 将众多飞移项目生动呈现 广东文学馆致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学大本营 馆内设有文学成就展示区 文学作品阅览区 等十大主体功能区及七大展厅 突出岭南文学 华侨华人文学 港澳台文学等 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文学成果 广州首条城市地铁环线 地铁11号线 计划年底之前 开通试运行 11号线 在途径市中心的五个区 一区设一个飞移重点站 其余车站设计为飞移标准站 力争打造全国首条飞移示范线 在地铁8号线扒州站 一走进站厅 就可以听到充满岭南特色的广府音乐 不少来参加广交会的客商 都觉得很接地气 现在展会嘛 可能全亚洲或者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广州 所以也体行了广州的一个特色吧 扒州定位为广州的会展中心区 是向世界展示广州形象的重要站点 根据初步设计方案 设计团队将提取广东省诗的元素 与地铁11号线扒州站的设计相融合 以文化图腾 文化橱窗 多媒体展现的形式 全方位展示和传播飞移文化 应该是很新鲜 然后能把传统文化和咱们的市场结合起来 让传统出去 让外外的客商能看到 挺好 11号线5个飞移重点站分别为 广州东站 广州火车站 爬州站 方村站 中医药大学站 拟展现乐剧 广彩词 广秀 广雕等代表性飞移项目 而其余的飞移标准站将分为 衣食住行 井史商学八大主题 广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经济化的城市 但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广州 其实有很深的文化理运来的 所以觉得这个东西 对宣传广州的那种文化理运 也是很好的那种推广的作用来的 广州台报道 好 看东邦正在直播 稍后您将会看到 广东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寒江东江发生编号洪水 湖南出现强对流天气 多地降下冰雹 日本众议院补选 次民党全面败北 政治黑金丑闻频发 日元对美元汇率创34年新低 环球数评予以关注 神舟17号城组今天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再轨6个月 神石机城组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2024年3月14号 神舟17号航天员城组 与地面科研人员密切协同 顺利完成了首批舱外暴露实验 材料样品取回工作 首批材料暴露样品 包括非金属及金属两类 总计407件 这些样品由航天员完成拆卸并存储 之后将随神舟飞船返回地面 由科学家进一步开展地面研究工作 首次材料舱外暴露实验的样品 是2022年11月 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材料装置一起 运送至中国空间站 通过暴露实验 可以揭示材料组织结构损伤 性能衰退 以及功能失效与破坏的机制 推动柔性太阳翼等大型空间 可展开机构材料 空间机构润滑材料 月球基地建设材料 精密电子设备 中子屏蔽材料等先进材料的空间应用 作为空间应用的重要领域 航天医学领域多项实验也同步开展 着力于研究解决制约人类 长期航天飞行的主要医学和人因问题 神舟17号三位航天员密切协作 进行了下肢运动学测试实验 以研究航天员在失重环境下的运动生物力学特征 还进行了试功能研究 以探索航天飞行相关试功能损伤的发病机制 并提出相应防护方案 昨天由中国一众城市的12台 世界最大3000吨级断焊加氢反应器的最后三台 在辽宁大连全部完工 标志着我国重型石化装备制造能力 稳步站上3000吨级的台阶 此次交付的3000吨级断焊加氢反应器 长度超70米 直径5.6米 单台重量达3037吨 被广泛应用于化工领域高品质 轻质油的获取环节 而设备的尺寸大小与原油加工效率息息相关 这个设备研制成功 能够使我们国家的整个石油炼化的成功率 提升80%远超目前国际的先进水平 面对反应器的超长 超重 超后 内部结构特殊 焊接难度极大等诸多难题 中国一众成立公关团队 创新设计制造了世界先进的自顶声势数字化脱滚 用于极限吨位安全旋转焊接 还自主研发出超重型弓箭主焊缝收缩硬力与重力平衡技术 和深孔全自动焊机 可确保设备长期在高温高压等恶劣条件下安全高效运行 东方卫视记者任兵员孟雷辽宁报道 广州白云区上周六遭遇了三级强龙卷风 造成无死33伤 超过100间厂房受损 善后和清理继续 部分受在村座一度停水停电 目前已经逐步恢复 龙卷风威力有多强 从这片颓源拜瓦中感受得到 龙卷风发生地距离广州市中心约25公里 覆盖广州白云区中洛潭镇四条村 其中在光明村 多间厂房屋顶大部分被掀起 铁皮吹道四散 对附近造成不少破坏 有建筑物的砖墙毁烂 有棚架摇摇欲坠 这间工厂三分之二面积受损 负责人表示短期内无法复工 那就是同水同电恢复正常的生产持续嘛 担心破产啊 因为你没有办法正常的生产 客户它是不会等你的 我估计算了一下的话 大概是一百多万吧 以上 起码了 因为那些设备那些 像一个设备几十万的 它一泡到水 你根本就没法用了嘛 天就黑晒 黑晒我之后就出来拍照 然后又走回到车间里边 那些龙卷风就来了 大概持续了一两分钟 那个顶全部揭开着 然后那些围墙全部都淋不下 都很害怕的 然后我身边就有几个同事在一起 然后他们就很不幸 被那些围墙押住了 龙卷风过后 部分居民的车房铁闸被摧毁 暂时只能用透明胶纸代替 事发地一度断水断电 当地政府已派员抢修 龙卷风移动路径长约1.7公里 宽280米 持续约4分钟 除了光明村 陈栋村 金盘村和良田村 也遭严重破坏 由高空看下去 有厂房几乎被夷为平地 有民众拍到疑似龙卷风形成的过程 期间附近电塔的电缆多次出现火花 漏斗云底部接近地面 随即卷起大量杂物 广东省气象局预计 未来几天广州仍会出现强对流天气 局部地区或将再次出现冰雹和龙卷风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昨天白云区完成了首阶段的搜救工作 没有发现失踪的人员 白云区后续将会加快基础设施的修复工作 航拍画面可见中落潭镇仍然满目疮痍 当地供水基本恢复 但供电及通讯设备未完全恢复 受灾较严重的光明村 当地政府加紧善后 村内这个轮胎仓库几乎被龙卷风摧毁 有大型机械轻走铁皮及瓦砾 另一间纱布厂货物散落路边 四周仍有龙卷风破坏痕迹 有工人拆走摇摇欲坠的盐棚 这间专营铝合金广告设备的工厂 因为机器损坏 加上电力预计要两周才能恢复 现在只能暂时停工 做一些出口原材料的生意 肯定是自我防复嘛 在安全一点的地方嘛 经过这次大风的话 有的房子还是挺牢固的 同样一度停水停电的陈栋村 工人搬走折断的树干 部分电缆在龙卷风吹袭期间受损 当地政府除了家派人手抢修 还提供移动发电车供电 村内一个公港的机场 租用发电机已维持运作 平均每天要花2万多元人民币 当地不少餐厅和商铺已重新营业 罗春明表示当地应急部门会继续做好防洪防雨工作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近期华南地区遭遇强降雨 强对流车轮战 广东成为了强对流天气的高命中地区 新一轮强降雨 强对流天气再次登场 从昨天晚上开始到5月1号的早晨 广东北部 珠江三角洲 广东东部的部分市县 有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连日来被于强降雨中心的广东惠州 现在境内仍然有两条河流和三个水门站点 超警戒水飞 境内的东江发生2024年的第一号洪水 在广东惠州波罗县 持续暴雨带来的积水 涌入低洼地区的民房市场中 造成群众被困 当地消防指挥部迅速联合镇村干部 挨家挨户走访排查险情 连夜转移群众 并在当地的小学里设置了临时安置点 气象部门预计 广东多地又将遭遇新一轮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过程 扮有8到11级短时大风 雷电 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多地都已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受近日的强降水影响 珠江流域 寒江 东江 北江仍有涨水过程 寒江发生2024年第三号洪水 冬江已经发生2024年第一号洪水 而自4月1日入训以来 珠江流域的北江 寒江 已经分别发生两次编号洪水 针对广东省防汛形势 水利部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针对近期湖南大部广东中北部 将出现较大范围的大道暴雨 广铁集团计划停运京广铁路 普速列车62列 京广京九普铁和京广高铁的部分列车 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昨天12时 广东省房总省水利厅 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对于今年东江的第一号编号洪水 水利部门科学调度了东江流域 新枫江 枫树坝 白盆珠等三大水库 共蓝蓄洪水6.5亿立方米 其中 新枫江水库作为广东境内第一大水库 此次蓝蓄洪量5.59亿立方米 将最大入库流量4350立方米 削减为541立方米每秒 削减流量3809立方米 削风率87.6% 避免了河源市低洼地带上水 在此次东江洪水影响比较严重的惠州市博罗县 当地三房指挥部派出专业力量 联合镇村组三级干部全面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迅速对受灾群众进行转移 目前 当地已转移超千人 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正值春耕时期 对于连日来的强降雨对农作物造成的影响 江门恩平市农业部门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农业防汛指导 保障农业生产 记者今天从气象部门获悉 五一假期 广东雷雨频繁 部分时段雨势较大 伴有短时强降水 专家提醒 假期出行需注意强降水和强对流 对水路交通 旅游活动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从今天夜间开始到五月一号 我们省又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 越北 珠三角 还有越东市县 普遍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的降水 土壤的含水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像山区一带的话 这种地质灾害的风险是非常高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 就是一个在出行安排的时候 还是尽量避免去这种山区一带活动 广东台报道 昨天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湖南多地出现了狂风暴雨 局地出现冰雹 昨天中午长沙风云突变 白天仿佛黑夜 当地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 这场暴雨 长沙一小时雨量最大58.9毫米 并出现冰雹 雷雨等强对流天气 暴雨之下 高铁长沙南站天花板漏水 变成水帘洞 昨天 刘阳市张房镇多地突降冰雹 持续时间大约15分钟 冰雹造成群众出行受阻 楼底冷水江市也出现强降雨天气 部分乡镇出现最大直径1厘米左右的小冰雹 持续时间两三分钟 湖南省气象局监测显示 昨天零点开始 湖南自西向东出现强降雨 强对流天气 长沙 湘潭等地14个县市出现冰雹 最大直径约2厘米 淮华 湘潭9个市周 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 最大为麻洋苗族自治县严门镇88.9毫米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华南持续降雨 北方多地却迎来了降雪的天气 内蒙古多地出现了降雪 赤丰市的松山区一度发布了暴雪橙色预警 河北多地也出现了降雪 一夜切换到了冬季的模式 然而与此同时 云南海南多地出现了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 像海南的海口 定安 城脉等多个国家气象观测站 甚至又打破了当地的最高气温年级值 蜂牛特旗 东隆河地区降雪仍在持续 当地积雪深度已经达到了40多厘米 一度给交通运输和出行带来挑战 气象部门发布了道路结冰和大雾黄色预警 应急部门通过人工和机械清雪 洒溶雪剂等方式保障道路通行 此外 克什克腾旗南部和敖汉旗出现了降雪天气 给主城区行人和车辆出行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河北塞罕坝地区 雪花纷纷扬扬 当地不少居民又穿上了冬装 塞罕坝机械林场内的道路被厚厚的积雪覆盖 车辆行驶缓慢 受降雪影响 当地的最高气温只有零摄氏度 最低气温降到了零下五度 承德北部的围场满足蒙古族自治县 发布暴雪橙色预警 降雪给承德的高速通行 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由于道路湿滑 承德境内多个高速路段站口临时关闭 高速交警联合道路养护部门开展了熔冰除雪作业 与此同时 海南这几天正经历持续高温带来的 蒸桑拿模式 前两天的观测数据显示 海口 定安 城脉等七个国家气象观测站 日最高气温都超过了40度 打破当地国家气象观测站最高气温年级值 云南南部 广西西部等地 过去两天也出现了成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酷热天气 其中云南原氧最高气温高达43.4度 再度刷新4月气温新高 台湾花莲外海今天凌晨再次发生了4.0级余震 花莲县最大震度达到了4级 那由于余震发生在深夜 台湾东部震感较为强烈 截至到昨天晚上 4月3号发生在台湾花莲县海域的7.2级地震 已经造成了18人死亡 1155人受伤 另外有两人失联 根据台湾气象部门的统计 截至到今天早上的6点 花莲已经累计发生了超过1300起余震 其中6级以上余震有5起 台气象部门研究人员表示 预估4月3号地震的余震至少要持续3到6个月 仍然会有较大规模的余震 提醒民众注意做好防灾准备 4月3号发生7.3级强震之后 连日来花莲仍然是余震不断 游客不敢到访 导致当地的观光和餐饮行业遭到了重创 像是著名的东大门夜市就非常的冷清 那为了帮助花莲重振经济 台经济部门推出了夜市振兴券 花莲县政府则是鼓励业者在网络解单 走出花莲和其他的县市合作售卖特产 余震不断道路封闭 还有倾斜的大楼等待拆除 游客不来 花莲东大门夜市空空荡荡 摊商没有事情做 只能玩手机甚至躺下休息 业绩都连半成都不到 客人观光客全部都没有进来 生意都不知道要怎么收下去 我们这几天的收入将近都是百位数而已 食材现在量都把它减少 然后收入不过薪水 遭受重创的观光和餐饮 业者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提供帮助 如果说能够启动像之前的 那个疫后振兴的方案 如果说可以给我们一些实质上的补助的话 就起码可以让我们撑过这一个月 面对求助 花莲县政府鼓励业者在网络接单 这家蒸脚店虽然紧邻倾斜的富凯饭店 但因为及时转供网络 已经接到了一个月的订单 花莲县政府也鼓励业者走出花莲 和其他县市合作拍摄宣传片 售卖特产 此外为了帮助花莲重振经济 台经济部门推出东大门夜市消费券 希望可以帮助业者渡过难关 余震不断再加上连日的大雨 花莲及台湾南部地区出现了土石松动 落石堵塞了道路 给山区的民众出行造成了威胁 花莲有民众26号行经龙建电厂 到路段的隧道口时 遇到土石坍塌 大量石块倾泻而下 现场瞬间沙尘弥漫 还有巨石就砸在隧道口出口 相当惊险 吓得驾驶赶紧倒车 其实看到那个他现在摊车那样 我觉得其实心里还蛮难过的 因为那边周围的风景 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目前该路段还在维修中 一般只有电力公司的人员可以出入 而在苏花公路大清水路段南端 还发生500公斤的巨石掉落 为了行人安全 苏花公路仍维持30段管制 一点多 有零星落石 早上大概稍微清理一下门 早上6点半就开放通行 余震也造成了中横公路 宜兰支县边坡土石严重坍塌 道路被双向阻断 工程人员派出四辆机具到厂抢修 另外台湾南部地区连日大雨 也造成山区土石松动 嘉义有民众行经大滑公路时 差点被落石砸中 同样受到落石影响的还有屏东三地门 边坡落石一度占据单线车道 还好半小时左右就被清除 好 下面有请姜波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抱天下 姜波 好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抱天下 五一假期即将到来了 那去哪儿的这个话题再度升温 多家旅游平台显示 预定前往三线级以下城市的游客人数 较去年是大幅上涨 光明日报对此评论说 随着人们出游的频次越来越高 旅游需求变得多样化 个性化 差异化 从传统的热门转向小众目的地 游客的反向选择颇有反普归真的意思 交通 酒店等基础设施的日渐完善 让小众目的地在硬件上是越来越接近热门目的地了 那接下来竞争的核心必然会转到软件上 城市的软件也就是说包括像什么 不缺筋短脸 不杀生等这样友好的消费环境 也包括丰富的消费场景和产品选择 对小众目的地而言 品牌的打造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去年的五一前夕 资博凭借烧烤火爆出圈 那今年以来游客纷纷禁资复烤 资博烧烤的热度甚至比去年火得更早了 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今天资博已经从初代网红成功的晋升为了初代翻红 北京晚报对此评论说 如果说去年的爆火市场不期而遇 那么今年的火爆则是因为资博提前备足了料 足以吸引游客前来复考 资博去年爆火之后没有吃老本 而是反思改进不足之处 既然真诚服务是去年爆火的密码 那就一如既往的替游客着想 让尊重游客成为长红的基因 所以说像城市建设 日常管理品质把控服务水准 这些无一不是文旅城市的长红密码 据媒体报道在五一假期来临之际 一些高校却出于安全考虑发布通知 严禁以班级学院名义组织学生外出旅游 也反对学生自行组团旅游 南方都市报评论说了 旅游当然有风险 但是这不是禁止学生出游的理由 大学生都已成年 不是需要家长学校严格监护的小孩 将自主权还给学生 这才是锻炼学生社会活动能力 培养其社会经验的有益做法 高校应该做的是提醒大学生们 注意旅行安全 包括购买意外保险等等 如此既可以充分尊重了学生的自主权 也减轻了学校责任 能够让学生在更多的社会活动当中 汲取知识健康成长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 我们再来看潮西门客户端的观点 是这样说的 禁止大学生假期组团出游 高校此举或许也有难言之隐 在不少家长的观念里面 除了寒暑假 其他时间高校都要对学生的安全负责 在这种无行责任的情形之下 学校的责任边界很多时候是不容易理清的 所以说为了杜绝安全隐患 禁止学生组团出游就成了很多高校最省心的办法 那么从之前的限制挂床帘到五一不准组团旅游 学校决策的核心就是为了免责 学生们可以理解学校的这些步虑 但是不可能接受这种一刀切的做法 据媒体报道 由于今年五一旅客出游热情空前高涨 数据显示多条热门铁路的路线购票难度不低于春运 于是有网友就建议说了 为什么这个晚上高铁不能再开呢 如果开的话不就可以缓解运输压力了吗 中国科普博览微信公号的文章指出说 铁路部门之所以无法在晚上增加车次 主要是基于以下三大原因 首先是白天路网处于高负荷运行当中 只能在夜间减少车次给线路保养和施工让出时间 其次夜间运营的客流无法保证会造成亏损的 还有就是夜间是人休息的时候 精神状态无法和白天相比 如果夜间开行大量的车次 那这对工作人员本身也是会产生较大的压力的 日前抖音直播发布了优质内容扶持计划 将提供一级流量和现金 携手万名专业人士带动千个内容团体 打造百项精品活动 北京报客户端对此评论说 眼下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 专业演员 电视台主持人 文艺院团开启了直播 让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艺术精品等优质内容 成为了直播间的主流 这也就意味着一度大行其道的秀场式直播正在被淘汰 直播行业回归内容为王的赛道 只有源源不断的生产出高度规范化专业化的优质内容 直播行业才能够在内容为王的正道上新闻之远 好的 这一时段爆联下内容就这些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 好的 谢谢江波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把视线转向日本 一场众议院的补选 或将会成为岸田政权的命运分水岭 当历史经28号 日本众议院进行了三个补缺议席的选举 首相岸田文雄所在的自民党全面败北 这一结果也引发了舆论对岸田下台的猜测 这次众议院补选是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以来 日本首次国政选举 三个补缺议席分别来自岛根一区 东京十五区和长崎三区 此前均为自民党议席 其中 岛根一区席卫英 前众议院议长西田博之 去世而空缺 虽然市场小选区不选 但作为自民党总裁的岸田文雄高度重视 罕见的两次前往岛根县选区 为党内候选人站台 然而岸田的助力并未改变席位一主的结果 这也是自1996年以来 自民党首次在岛根县这一铁票仓落败 立宪民主党推荐的归警家继子 成功拿下该议席后表示 岸田政府应该反省了 而在东京都十五区和长吉县三区 原本的自民党议员 均因为违反公职选举法 收回扣问题而退党辞职 自民党甚至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 不得不放弃竞争 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当天表示 接受此次选举结果 今后将努力恢复国民信任 自民党三连败这一结果引起了日本国内舆论和民众的哪些反应 我们来看一下正在日本东京的东方卫视记者宋看凯稍早前发来的报道 众议院补选的三个选区投票率 从35.45%到40.7% 都远远低于2021年的最低纪录 日本民众对政治的失望是主要原因 另外一直延续的传统投票方式 去投票点书写在投票的方式 可能也是人们不愿意去投票的原因之一 从投票的结果看 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政治资金丑闻是导致自民党落败的原因之一 东京15区原本的众议员是隶属自民党的事责未徒 原法务傅大臣 2023年事责由于帮助前江东区区长牧村弥生 违规拉选票被判处两年刑期 缓期决行五年 不得不请辞 而且他的上一任众议员邱元思也是隶属自民党 由于社会也有官司在身上 只看这两位来自自民党的前任就可以预计 东京15区的选民们选谁都不可能再选自民党的候选人 唯一令人意外的是岛根县一区的候选结果 前任是自民党的系田博之 他曾经是众议院的议长 由于他的突然去世才有了这次补选 系田在这个选区曾经连续9次当选 可以说岛根一区是自民党最有把握的选票根据地 舆论分析认为安倍派有政治资金丑闻 而系田曾经是安倍派的会长 而且系田和统一教会还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尽管拉选票时自民党候选人使劲呼吁 之前的政治资金丑闻与他无关 但选民们还是很难对自民党有好感 总体来说自民党落败符合预期 但即使6月解散众议院搞大选 自民党也不见得会丢掉执政党的地位 但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岸田文雄是否能够连任确实是未知数 对于自民党此次选举的失败 除了政治黑金丑闻以外 舆论普遍认为日元贬值物价上涨 也是让民众对岸田政府的执政能力 感到失望的主要原因 岸田在岛根县助选活动后 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日本经济30年来首次出现积极增长迹象 工资上涨不仅出现在大企业 还扩大到中小企业 地方 农林水产 护理等领域 然而岸田的这番说辞立即引发不满 舆论称岸田似乎对物价上涨 普通民众的困境视而不见 不到三个小时就有4000多条负面评论涌入 不少日本民众表示 实际工资正在下降 人们的储蓄金每天都在下降 该怎么办 从2022年开始日元持续贬值 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0日元 对1美元达到自1990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同时日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也均快速下跌 其中对欧元汇率一度跌破171日元 对1欧元刷新历史最低值 而受日元贬值和输入性通胀等因素影响 截至2024年2月 日本实际工资增长率已经连续23个月 同比不增长 这也让民众明显地感受到了消费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安田文雄的安保政策 在危险道路上暴走也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担忧和质疑 今年4月安田文雄对美国进行任内的首次国事访问 美日双方宣布60年来最大幅度升级日美安保条约 包括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 加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协同合作等等 安田文雄还与美非首脑首次在华盛顿 举行三边峰会讨论加强安全合作插手南海台海问题 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3月下旬日本政府还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及其实施方针打开向第三国出口武器的大门 对于这一系列的军事性的动向 朝日新闻此前就评论表示 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形象 正在遭到质疑 这次补选之前 岸田政府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0%以下的历史低点 而随着补选的落败 岸田的首相位置还能够做多久 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分析指出 补选向来被视为日本众院选举的前哨战 三驱落空极大的冲击了岸田内阁 并且将影响今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战 届时岸田文雄的连任恐怕将遇到巨大阻力 在日本历史上 由众议院补选引发的政府更迭并不少见 2021年4月 菅义委政府在参众两院补缺选举中全面败北 随后菅义委宣布放弃参选自民党总裁 2008年4月 自民党在众议院山口二区补选中 败给当时的民主党福田康复内阁于当年9月倒台 不过日本电视台的报道称 自民党内部有不少人认为 短期内不会出现罢免案件行动 主要原因在于 自民党整体对选举结果负有责任 且彻底落败是预料之中 此外 岸田文雄将在五一劳动节长假期间 出访法国巴西 反对党无法在国会或其他地方追究该问题 而即便岸田文雄能够熬过党内选举 仍将面临国会选举的巨大考验 根据日媒最新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约62%的调查对象 希望自民党在下届众议院选举后下野 立宪民主党代表全建泰28日表示 当天的选举预示着一场政治改革的开始 他将要求早日解散众议院 举行全国大选 美国国务金布林肯昨天再次赶赴中东 这是自去年10月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布林肯第七次访问中东地区 沙特阿拉伯是布林肯此行的首战 之后布林肯还将前往约旦和以色列 当天布林肯在沙特首都利亚德 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一个小组讨论时 敦促哈马斯接受以色列提出的 加沙停火协议和释放以防被扣押人员的建议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称 布林肯表示美国和沙特在过去一个月 就沙以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密切合作 并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接近完成 关于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昨天在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期间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表示 预计一些欧盟国家将在五月底 承认巴勒斯坦国 沙特方面就此表示 欧洲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非常重要 哈马斯昨天发表声明称 如果不能就实现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以军撤离以及所有地区难民返回家园达成协议 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成果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极端高温近日席卷了东南亚和南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多地体感温度超过50摄氏度 泰国菲律宾等国发布了高温预警 泰国的最高气温再度攀上40摄氏度 一名65岁老人在春武礼府一家便利店门口死亡 推测是因高温天气死亡 每年4月份通常是泰国一年中最为闷热的时候 厄尔尼诺现象在今年加剧了这种情况 今年3月至4月 已有37人因中暑死亡 死亡人数是前一年的两倍 泰国气象部门预计 本轮高温天气将持续到5月1号 之后随着雨季的到来 暑气将有所缓解 菲律宾同样遭受高温侵袭 当地学校大多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 学生们在教室里酷热难耐 为防止学生出现中暑等意外 菲律宾数千所学校宣布停课 改为线上教学 而这一举措令不少小商铺突然变得门可罗雀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沈州17号乘组今天将返回东风着陆厂 早上8点44分 沈州17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三位航天员状态良好 目前着陆厂所有搜救力量和装备设备 均处于良好的状态 具备执行搜救任务的条件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6分 好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PMI数据 3月制造业PMI为50.8% 比2月上升1.7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 制造业景气回升 当前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已旧换新等政策措施 还需进一步细化落实 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通报显示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全部车型 已通过中国数据安全四项要求 包括车外人脸信息等匿名化处理 默认不收集座舱数据等 特斯拉由此成为唯一一家 符合数据安全合规要求的外资车企 今年五一假期7座以下 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施行 免收通行费政策 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 5月1号0点到5月5号24点 共5天时间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郭胜提示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是以车辆 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五一假期将至 据广东交警部门预测 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将持续高位运行 出城高峰预计出现在4月30号的14点到22点 5月1号的10点到15点 反城高峰出现在5月5号的12点到20点 港澳游今年五一将迎来热潮 铁路五一小长假运输全面启动 自4月29号到5月6号为期8天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44亿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1800万人次 5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预计发送旅客约2100万人次 广州白俄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启用 并将于5月1号面向公众正式开放 白俄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及 广东美术馆 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广东文学馆与一体 是领南文化的标志地 大众休闲目的地 湾区交流的会客厅 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 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